泰国白龙王周青南早前因病去世 桑梨9月1日举行 刘伟强夫妇 杨寿成夫妇 王金夫妇 孟瑶等相继现身葬礼 送师傅最后一程 刘伟强夫妇以弟子身份 行口拜大礼 非常虔诚 英皇老板杨寿成 带领不少工作人员到场 形成人面贴身保护 高僧抵达桑梨现场 白龙王太太下跪迎接 除了与高僧前来 泰国国王也特意派遣两名皇室成员 前来送圣离 也好让白龙王长眠泥土之下 数千名白龙王弟子参加出币迷失 二灵旧移送至白龙王庙里的青南堂后 本来阳光普照的天气 突然阴暗响起雷声 下葬仪式完成后 白龙王家属随即向各方致线 并发声明指白龙王周青南三里 完结及入土为安 白龙王庙将会由明天9月2日起 至9月19日 作为期两星期的休息 直至9月20日起正常对外开放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